你要追求合资品质 运动型中级车怎么选 今天我们聊聊明觉的MG7 这个算是明觉整个轿车体系里面的旗舰了 马上有25款要公布价格了 这个已经是2025款的 相较于2023款 这个地方变化是很明显的 做了一个黑化的处理 之前是高亮的 整个黑化配上黑化的前产 包括黑化的MG的logo 确实更加好看了 有人会说MG7这个车 确实一直以来价格有点水土不符 为什么 因为它定价定的其实本身并不高 所以这个车已经上市一年半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终端优惠 那2025款马上要上了 23款现在到道店直降6000块钱 如果你有意购买的话 其实可以进行一个小幅的详谈 那目前这个车 23款全系6个配置 1.5T三个配置 2.0T三个配置 注意啊 这个车的卖点就是无边框车门 先被开启 三段式运动尾翼 和保时捷帕美同款的运动尾翼 这是它最大卖点啊 但是这个运动式尾翼 就三段的运动尾翼 只有1.5T的满配是可以选装的 2.0T是全系标配的 那好 那现在如今优惠6000块钱 厂商的这种统一的价格 1.5T的满配车型是131800 2.0T的入门是139800 那主销车型呢 是2.0T的中配是149800 那入门只要119800 确实它的价格本身并不贵 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在关注这车的时候 它只一味的追求降价 而没有看价格本身 其实这个价格相较于天籁而言 我个人会更推荐它一点啊 如果你满1.5T的高配的车型 其实就和天籁这个真心版脚的朋友差不太多了 因为在道电还可以再谈嘛 也享受旧车这款补贴 那1.5T的动力走程 是一台1.5T的发动机 匹配7档式双联合的变速箱 车长呢4884毫米 轴距是2778毫米 没错 这不是一个特别长轴的车 但是它的后排空间体验感 其实还可以 它是一个标准的B级车 那如果你的预算足够充裕的话 如果你在关注上什么凯美瑞这种车型的话 不妨来看看明觉MG7 尤其买2.0T的这个中配 因为2.0T的发动机 匹配的是9AT的变速箱 马力来到了261匹马力 405牛米 原厂是一个能够跑进6秒巨步的成员 所以明觉的MG7这个车 是有卖点的 再加之啊 大家都知道明觉出身于英伦血统 总以为这个是英国赛车绿 其实不是啊 这个叫肥冷脆的一个配色 也是取了一个中文名字 这一抹绿还是挺好看的 那好 接下来我们的车点给大家聊聊 广州车展马上就要公布价 给我们看 这个内饰到底有什么更新的地方 以及为什么我说 这个车一定要买2.0T的中配版的车型 来我们送信车内啊 首先它是无边框的车门啊 保整个黑化的车顶 运动氛围拉的还是非常之满的 但是你要接受一点就是什么 它是一个大联屏 那必定现在这个趋势化都是屏幕的 所以这排是一排触控的按键 就是跟空调相关的调节 是一排触控的按键 它并不是一个物理的旋钮 这点我觉得 如果改成物理的 可能加分项会更明显一点啊 那方向盘的按键呢 按键在这个位置 依然和老款差不多的一个布局啊 电子挡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方向盘持货的手感还算不错啊 采用一个高亮黑的一个换打拨片啊 这个也是2.0T版本车型才有的 同时这个车还有的卖点就是什么呢 双边四处的真排器 这个也是给到你的 好聊聊为什么 我说推荐你买2.0T中配版的车型啊 因为2.0T最入门的车型 配置本身并不高 首先轮圈 它没有采用19寸的米其林 PS4轮胎 但是上到中配网上就给了你了 而且呢 低配的2.0T是没有Bose影响的 中配网上就有Bose影响 只不过满配是14个扬声器啊 中配的扬声器的数量会少一点 然后呢 最入门本的2.0T的车型 它只有倒车影像电子巡航 但是你上到中配都花1万块钱 就升级了R2级的驾驶辅助 包括座椅的输入性功能什么的 全都给你升级了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上中配 而且呢 如果你买2.0T的入门 它是一个小天窗啊 小天窗 它不是分段式的全景天窗 但是这个 明天觉得MG700的中配 就是分段的全景天窗了 那接下来我们聊到这个车的后排承坐体验 它轴不长 对吧 2778毫米 它不是一个国内家常轴的一个长轴的运动轿车 但是 这个车的后排的承坐体感 氛围感还是很有运动性 来 我们坐进后排啊 这个时候你要理性看待 其实它的轴距尺寸对标的是谁呢 像速腾这样的车型 空间由于是6倍车 所以它的头部空间并没有特别宽裕 采用了一个分段的一个大天目 那这点 如果你要买低配车的话 确实后排是也会受限的 所以我建议 你要买1.5T的顶配 要买2.0T的中配 好 无边框的车门给到你了 运动风格的座椅 两个独立可消极的空调出风口 包括两个车游戏的接口 全都给你配备了 以及看到吗 这个中央小扶手 就整车质感方面 包括实用性 其实它并没有任何缺失 再加上内饰 它也采用了一个绿色的内饰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花5000块钱选装一个赤艳红版的内饰 但是那个我觉得 相较于这个绿色的外观 有点小跳脱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内外一致 那个内饰颜色 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 关键点是什么 就是明觉的MG7这个绿啊 立脉都是绿 它是不需要额外花钱选装的 最后给大家看看啊 明觉MG7最好看的视角 就是后侧45度啊 看看它的三段尾翼 以及双边四处的真排气 来吧 这就是三段尾翼打开的一个方式啊 然后呢 双边四处的排气 给导引 就是全部都是真的啊 那电动开启的这个仙背开启方式 也是它的一个核心卖点 空间实用性比三厢轿车明显 会更好一点 对不对 我们说一下 中端就是这个价位 你能买到的仙背车 如果你要说图便宜 你能买到什么呢 大众的辣馒头 辣馒头零度 对吧 但是呢 那是一个1.4T配七挡双离合的变速箱 整车比它小一圈啊 没有什么AT变速箱可选 那明觉的MG7呢 你只要上到2.0T的中配啊 基本配置给你拉的非常满了 确实比零度这个车会贵一点 但是车身尺寸级别会大一圈 关键是什么 2.0T加9VT 也就是说 当你的购车预算 在12到15万的购车预算期间的时候 你要追求无边框车门 先被开启 三段尾翼的话 明觉MG7还是值得关注的